為了老公下海賺錢 水溝玉米讀書 是他用那些 安甲錢賺的 安甲錢 妳要個人情自有良心啊 妳要個人情自有良心 沒有賺不起妳啊 有沒有個人碰過 妳自己心裡比我都還要明白 妳是刷丁在床嗎 對不對 怎麼叫抓就這樣子啊 難道不是嗎 你是為了名利不要家人 你是為了錢啊 但我不愛妳這是個事實啊 那我要讓妳 親手毀了我的未來嗎 這是妳送給我的禮物嗎 這是妳送給我十多年的謝禮嗎 是 怎麼樣 既然有種可以給男人看 為什麼不找個 隨便找個男孩子討了就算了 你在說什麼 竟然還帶著 妳不是我的兒子的小龍 來美國找我 老公狠信 拋家棄子 妳要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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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會照顧生的 我來買很多玩具給妳 我不要去美國 你回來了就完了啦 媽媽妳回來了 媽媽妳回來了 媽媽 回來我們生不來了嗎 妳走開啦 走開啦 走開 我們去美國 走開啦 分手擂台 FIRE 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什麼是命運呢 有人說命是與生俱來 而運是後天給予改變 當然有人說人定勝天 今天委託我們的當事者 他的命運又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歡迎你收看我們的分手擂台 馬上要介紹我們今天三位陪審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良心作家 呂如宗先生 你們好 大家好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萱萱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介紹 許久沒有來的秦惟 你好 大家好 好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高淑晴小姐 好 高淑晴小姐 妳好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高淑晴 我今年二十七歲 我現在小吃店的老闆娘 小吃店老闆娘 今天要控訴的是 我要控訴我老公陳鴻恩 控訴老公 好 控訴他什麼呢 當初我因為愛他 違背我的父母跟他結婚 然後未婚生子 最後為了他 我還休學賺錢替他養家 替他照顧他媽媽 還有我們的小孩 我為了讓他繼續的升學 讓他安心的讀書 為了籌備他出國留學的經費 我還去當檳榔市議師 半唱公主 沒想到他拿到博士學位之後 在美國去找到工作 我帶小孩到美國去找他 他今天在美國交女朋友 甚至還訂婚 還騙我說他跟那個女人是假結婚 硬逼我簽離婚證書 我後來才發現他根本就不要我 不要這個家 他為了名更利跟他女人結婚了 他根本就是人性狗肺的東西 好 那要問一下那個小姐 那個當時妳未婚生子十幾歲 十七歲 十七歲 對 我高中都沒有畢業 對 所以爸媽媽後來就把妳趕出家 對 因為他知道我未婚生子 所以他們很心痛把我趕出家 可是最後妳還是有跟那個男生結婚就對了 對 最後很草率的結婚 是 那現在有一個小孩 有小孩今年九歲 後來現在也離婚了 現在離婚了 被他逼離婚的 當然今天好好來控訴他 好 老公叫做 陳鴻恩 陳鴻恩 你起來歡迎陳鴻恩來 高出去 妳在胡亂說一些什麼東西啊 妳之前來我公司鬧 到我家來鬧 甚至還想找我老婆亂講話 我都還沒跟你計較 妳直接來鬧是什麼意思啊 我有亂說話嗎 我講的不是事實嗎 況且我跟妳都已經有離婚了 已經離婚證書 這是妳逼我的耶 什麼叫我逼妳的 還我 這張根本不是真的 還我啊 這是妳自己 心甘情願簽的好不好 什麼心甘情願 因為妳騙我啊 什麼叫我騙妳 妳騙我說 三年後妳就跟那女人離婚 三年後妳就回來我的身邊 妳已經被我簽的離婚證書 妳已經被我簽的離婚證書 妳電話證書給我啊 還我啊 為什麼沒有人信 陳鴻恩今天有這個地步 全是我自己創造來的 不是妳給我的 妳沒有我當初給妳那些錢 妳有辦法出國升賬嗎 妳有辦法出國升賬嗎 今天都是我給妳的耶 我心甘這麼大 妳怎麼能心甘對我啊 少把自己講得那麼偉大啦 手裡拿的是一個離婚證書 我們能不能看一下 那妳不要撕了好不好 拜託一下 我們讓我們的陪審團看一下 好不好來證明一下好不好 上面都蓋著給妳 真的耶 當時也是妳簽的 對 對 但是妳覺得被逼就對了 對 我們請高大姐來告訴我們 大概妳跟她認識的經過 妳說到怎麼樣 那時候我跟鴻恩是高中同學 是 在學校她成績一直都很好 而且只要有她在 我永遠只是第二名 後來因為妳家境很清寒 媽媽身體又不好 然後我很佩服妳 這樣子成績還可以這麼好 所以我後來慢慢地愛上妳 最後我不顧爸媽的反對 硬要跟你在一起 後來我不聽我爸媽的話 我一定是跟她結婚 然後未婚生子 害我跟我爸媽鬧翻了 被我爸媽趕出門 我這一切都是為了妳 最後妳還進來跟我 搞外遇 什麼叫搞外遇 我今天已經跟妳合法離婚了 我跟我那個老婆已經是合法結婚了 什麼叫搞外遇 在法律上我們是夫妻耶 妳憑什麼講我們搞外遇啊 妳明明就是搞外遇啊 在台灣已經有一個我了耶 我已經跟你結婚了耶 我告訴妳啊 我從認識妳開始 我就從來沒有喜歡過妳啊 是妳自己死不要臉耶 拔著我不放耶 高中時我是學校的風雲人物耶 我運動能力好 功課又強 有多少女孩子喜歡我啊 我今天會挑妳 看不出來 妳以為妳很漂亮是不是啊 妳說妳愛我 妳會照顧我一輩子耶 當初因為妳家裡窮 沒有錢 妳媽媽身體不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結婚 沒有新娘禮服 沒有拍婚紗照 沒有宴客 隨便請鄰居 來做見證 操操了事 這些我都可以忍受 妳因為功課成績不好 被妳家人罵 妳賴在我身上 我跟妳講分手 妳把妳自動現身給我 說沒有我不行 搞到最後不小心懷孕了 妳現在還要來怪我 妳被妳們家的人趕出門 妳又怪我 現在妳剛剛又跟我講 沒有結婚禮服 妳意思是說 通通都是我的錯囉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妳的意思說 不是妳的錯就對了 本來就不是我的錯啦 妳認定不是妳的錯 難道不是她的錯嗎 不是妳的錯嗎 不是妳的錯嗎 我哪裡有錯啊 我心甘情願跟著妳這麼久 那妳自己甘願好不好 妳自己一廂情願 怎麼叫我一廂情願啊 難道不是啊 那如果你不愛的話 妳怎麼會跟她結婚呢 最後 而且還有小孩耶 還有小孩耶 只是主動現身而已嗎 還跟了那麼久 那麼多年 可是那個時候妳們結婚 身上也都沒有錢就對了 對 後來我白天在工廠做女工 然後後來發現錢 真的還是不夠用 因為家計負擔太大 媽媽身體不好 小孩又這麼小 又要奶粉錢 要不錢什麼都要 後來晚上我不得已 我去賣檳榔 去當伴唱的小姐 因為我為了要給她一個 安定的 安定讀書的環境 那是不然妳做這些工作呢 比如說檳榔西施啊 她不知道因為妳們她 妳要不要連啊 什麼叫我要不要連啊 我為妳付出那麼多 我當時家境還不錯 我有好日子不夠 為什麼要跟著妳啊 我承認我當初窮 我愛妳啊 我承認我當初窮 妳願意免費免費照顧我嗎 哪知道我就要很感激妳嗎 妳最後還是結婚了 那是妳執願的啊 誰強迫過妳啊 陳鴻恩 那妳知不知道妳 面書這段學費從哪邊來的 誰供應妳讀書 是她用那些 骯髒錢賺的 骯髒錢啊 妳剛剛說妳不知道她要做什麼 誰要做骯髒錢 什麼骯髒錢啊 對 什麼骯髒錢 我沒有對不起妳啊 對 問她什麼骯髒錢 妳說妳做過檳榔西施 妳做過陪酒的小姐 有沒有 有啊 那妳就承認了啊 妳要對妳自己的良心啊 妳要對妳自己的良心 我沒有對不起妳啊 所以妳有沒有被人碰過 有沒有 妳自己心裡比我都還要明白 有沒有被人家碰過 我一定要講出來嘛 要講那麼難聽嗎 那妳覺得是骯髒錢 那為什麼還要用 對啊 那是之後 她差一點點就知道 之後我的朋友告訴我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朋友告訴我 說她看到我老婆在賣檳榔 賣檳榔很老婆 那怎麼會骯髒錢 街上很多人賣檳榔 只是穿得比較少一點點 我清清白白耶 我沒有對不起妳啊 有沒有對不起她 我沒有 沒有 對 她們說看到我老婆在陪酒 在唱歌 四個酒家女裡面有酒的 都是怎樣的 妳自己心裡比我還要清 我就是那一個沒有啊 誰信啊 妳現在講這樣講啊 哇 妳給妳把自己說得 冠冕堂皇啊 說得很清白啊 反正也沒有人看見嘛 人家在我背後 直直點點了那麼久 說我是烏龜王八蛋 說我用的錢 全部都是妳賣身賺人的錢 妳覺得我用得很光榮嗎 我被人家直直點點了那麼久 我還能繼續忍受嗎 那段時間我因為工作太過忙碌 我好幾次胃快癢上急診耶 我都不敢告訴你耶 為什麼不告訴我啊 賣檳榔 我在賣檳榔 被客人吃豆腐 我也不敢告訴你 我怕你去惹事啊 我有拿刀拿槍避著妳去賣嗎 所以 好好得一份正當工作妳不做 偏偏跑去賣什麼檳榔 那我以為 正當工作有辦法一個月賺那麼多錢 那妳出國就要學嗎 沒有的話 妳告訴我啊 那妳伸出來給我嘛 還好是妳自己有自知之明啊 自己起初還說要去工作賺錢養家啊 要我繼續念書 我這是妳應該做的好不好 為什麼 誰規定的 誰規定的 為什麼 要說嫁給我很可憐是不是啊 妳不要感激我嘛 我為妳付出那麼多 我為妳犧牲那麼多耶 我說過這倒是妳一廂情願 這妳心甘情願 為什麼要感激妳啊 十多年的情分耶 妳就這樣子說 我沒想到說她那麼下賤 妳不是說在酒店上班 客人逛我酒 我怕我會失一聲 喝完馬上要到廁所去吐 我為了是不想讓妳當烏龜啊 妳都不瞭解我的苦心嗎 在別人眼裡我已經當了啊 聽到沒有 在別人的眼裡我現在已經是烏龜了 露大腿 露胸部給別的男人看 妳就把我臉都丟光了 要是朋友今天有告訴我 搞不好我還被你們在鼓裡 繼續用那些骯髒錢啊 哪個男人啊 希望自己的老婆 用賣身體賺來的錢 供自己念書啊 我什麼時候賣身啦 難道沒有嗎 妳摸著自己 我賺錢是為了供妳念書耶 想要平點良心 有嗎 你不會光自己去想而已 你不能用自己的思想 來衡量別人的思想 以為每次檳榔攤裡面 或甚至呢 就會有這種 你認為的骯髒錢 其實還有很多正常的工作 只顧著妳的面子啊 妳有顧過我 妳有關心過我嗎 是 我今天是沒有看到 我沒有 對不對 什麼叫抓去站好啊 難道不是嗎 你是為了名利不要家人 你是為了錢啊 但我不愛你這是個事實啊 難道我要讓妳 親手毀了我的未來嗎 這是妳送給我的禮物嗎 我要讓妳親手毀了我的以後嗎 這是妳送給我十多年的謝禮嗎 是 怎麼樣 既然有種脫衣 給男人看 為什麼不找個 隨便找個男孩子 跑了就算了 你說什麼 竟然還帶著說不定 不是我的兒子的小龍 來美國找我 來美國找我